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現在新的建案 各位會發現我們的廚房跟以前不一樣了 以前只有一個 洗手或冷熱水的一個水龍頭 現在左右各有一個 那你會發現其實這個設計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說 你一定是裝了什麼 身影機或是裝了逆滲透 沒錯 現在人為了使用的方便 跟生活的需求 而且自來水的普及 所以身影機這個東西 特別是除下式的 幾乎是現在所有建案的必備 那甚至你可以做很多的選購 畢竟身影機的品牌非常多 今天要介紹的是美國知名的品牌 Karligan 這家公司呢 是大型的水處理公司 你可以想像到飯店類 或者是郵輪 裡面的水處理系統 都是由Karligan 來去執行操刀 設計以及安裝的 現在他們即將要打入的 就是我們的消費市場 從大型的商用一路來到家用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開啟 痾...等等等等 先不要急著按跳過 先幫我們按一下下面那個訂閱 就是你左下角的旁邊的訂閱 沒錯 把他按下去 謝謝 這台淨水小心機 它的內容物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 當 當 它們是擇一 接下來就是 黑 你如果購買了它們的 這台設備 你會收到的主要就是 只有這一台主機加濾芯 以及你可以從他們的官網上 去選配你們的前面的水龍頭 要是哪一種顏色 那我們先從你一定直接看得到的 水龍頭開始說起 官網上它提供的是銀色 以及黑色兩種選擇 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覺得兩個單看它其實蠻有質感 但我一律推薦選黑色 為什麼呢 因為大部分其實浴妝的 你在清急洗菜啊洗手的水龍頭 都是銀色的 所以你如果又裝了一個銀色 就一致性嘛也好 但我會覺得沒有明顯的區分它的差別 你人家問說 欸你家喝水怎麼喝 就廚房啊那個攝影機啊 他說喔好一走過去 哪一個 你告訴我哪一個 所以呢我一律推薦選擇黑色 我個人也覺得黑色比較有質感 接下來另外一個盒裝稍微大一點的 就是主機以及它的濾芯 先從主機說起 這個主機小到我覺得 比我們現在的mini PC還要來的小 大概就是一顆壘球 還可能比壘球再小一點點 如果打壘球的人應該知道壘球的大小 大概就是我一個手掌這樣子 它就差不多這樣的大小 就是它的主機 其實蠻令我驚訝的 因為大家也有看過 身影機或是進水器嘛 它其實有很多個濾芯 然後它的設備呢 為了要插這麼多濾芯 所以它有很大一台 那現在呢 all in one的濾芯 所以它可以做到 這麼簡單小巧 那這一台裡面 上蓋打開會有電池 裝上電池主要就是提供正面 會有一個濾芯的替換時間 就是要告訴你說這個濾芯目前的健康度多少 什麼時間你該去做更換 整體的設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其實蠻像機器人的頭 做一個非常簡約 還多帶了一些流線型的設計 在它的外觀上 它的烤漆啊 或是它塑膠的配色 我都覺得 嗯美型確實符合官網說的一個美型設計 啊 做這麼好看要幹嘛 發生廚下室我都看不到 會不會廠商因為這樣子 會跟你說它是壁掛師 讓所有人都看到我的牌子多麼的棒 好像也可以耶 其實也沒有說一定要裝廚下室嘛 好啦看完了主機本體 我們接下來要看的就是 我們說的 All-in-one的濾芯 過去我們知道你今天要做水質的進化 你可能需要很多管 每一道濾芯有不同的過濾功效 偷偷補充一下 有一些可能要為了它有更好的口感 它們可能會有一些特殊的東西放在裡面 那它不影響健康 它只是會提升水質的口感 總而言之就是會有好幾罐 但現在呢設計都可以說到 All-in-one 而且絕對不輸過去的濾鏡效果 你就想想看它就是一根 大概比兩公升的水平長一點 但是又比兩公升的水平再細一些 一手可以掌握 再加上它的主機 Hey Siri 喔不是啦 哈哈哈哈 Kaligen在台灣 道府安裝的部分呢 是由恆隆行的關係企業 格威股份有限公司 來負責經銷與售後服務 整體的流程以這個小心機來說 它提供的是你先從官網訂購 產品會先送到你家 比如說你今天可能是你的管理員收 或者是你本人來收件 拿到產品之後才會去跟你約 來到家裡道府服務安裝的時間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買了然後我要自己去安裝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會有專業的師傅來幫你安裝 在安裝的過程中 師傅會一一跟你介紹這些設備 甚至在安裝的過程也會講 他的安裝原因是什麼 說我的師傅就有跟我分享 他今天裝在除下室的位置 他可能會建議說放的比較深會比較好 又或者是放的比較外面 比較影響到他的走線 因為其實大家的除下室的水管的走線不太一樣 畢竟他都是要從自來水去分解出來的 而細節就在這邊了 師傅會好好的幫你在每個地方做檢測 安裝時直接拿出水壓劑 跟您說你的目前進水的水壓狀況 原則上師傅提供的數據是 他們廠商只要水壓高過3 都會來幫你做減壓器 避免影響到設備 接下來他還有一個更加貼心的 他就說他會幫你裝一個漏水安全器 我原本想說是不是 這種設備也會有漏水的可能 那不是 他所謂的漏水安全器呢是 裝在你除下室的板子上面 因為有一些人的除下室 他並不是直接連著地板 他可能是做一個木櫃在裡面 那他就是在最底板上面去 安裝這個安全器 安全器的功能就是 當你的除下室的裡面 潮濕真的有水的時候 安全器就會跳停 那你在喝水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欸為什麼停了 那代表說有漏水 但漏水的不見得是你的 浸水器 有可能是你其他的部位 就是只要是除下室 甚至是你在洗完的漏水的那個 出來的出水孔漏水都有可能 所以其實這一點就是整個是照顧到了 你除下的安全 對像我下面就是木頭 那如果是有浸了水的時候 木頭會壞掉 那你的裝潢就 有提料料 而最後這一點呢 我也覺得是讓我 學習到不少東西的 是完成安裝之後 他會直接提供你的原本的自來水 以及經過了他們的小心機出來的水 那去告訴你說他們的檢測值 那所謂的檢測值是說 裡面含的負含的礦物質 讓大家分享一下 水的負含物啊 他最大的影響就是口感 然後以及我們所謂的暖水跟硬水 那負含物其實他也有一個值 就比如說台北的自來水 大概都是在60ppm左右 就是暖水是越低越好 那60ppm其實非常的低 所以其實你裝了生影機 你可以直接的使用沒有問題 在中部地區 像我苗栗的地方 我那邊測出來 我的自來水大概是110ppm 中南部可能就會偏硬 那這個時候你或許還要考慮加裝暖水器 因為所謂的生影機呢 他不是說幫你把裡面的東西過濾掉 不是 除了可以過濾淨水中雜質 重金屬綠跟細菌之外 0.01微米的濾芯 才能真正過濾水中病毒 讓家人用水更安心 裡面的多合一我剛好說嘛 裡面還有提供好的礦物質 所以他也會被過濾出來 說到過濾 這邊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款小心機他的濾芯 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相比現在市面上 他們使用的濾芯的孔徑有差 這一款小心機他小到0.01微米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孔徑越小 能夠過濾的就會越乾淨嘛 所以你那個 安心的程度其實是會有差的 另外他還通過了 台灣SGS 就是身影檢驗的標準 據說這個標準是非常嚴苛的 師傅有稍微分享一下 他就是要把你這台機器拿去檢驗 三個月的高強度 就像我們的超機一樣 電腦要超啊 耳機要包啊 好順喔 單壓成二 所以這身影的標準其實是非常嚴苛的 所以你其實只要看到這個SGS的 身影標章的話 就可以很放心 他就是一個符合標準可以健康飲用的 身影水機啦 那講到身影水機 他的水龍頭 有個重點就是他的出水量啦 他的出水量每分鐘是可以來到2.5公升 那算下來大概3秒鐘就可以出一杯水 而他的濾芯總進水量來到2500公升 你可以想像一下 人一天大概要喝2000cc的水 那你要喝多久 如果你是一個人住或兩個人住 甚至你進水器 或許他一個濾芯可以使用到一年 其實蠻久的 那講到了身影水其實口感是非常重要的 在比較上面很多人都期待的是 跟不同品牌做比較 但我們前面有提到了 你不同的地方 富含物的PPM不同 是喝起來口感就不同 而如果你今天想要的是 喝起來比較富含口感的話 口感上 都是小心機比較好 順口的程度 甚至還帶一點甜味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今天喝水 你除了注重水質的純淨度 甚至你還更要求水質要有口感 想要喝好喝的水 那或許你的身影機在選擇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這一台小型機 而在使用的方便性上 身影機通常濾芯都可以使用到一年的壽命 而如果你今天像我一樣使用Brita 最多他的建議就是四周要更換一次 那如果你是有需求水量比較大的人 比如說你家裡是四個人 或者是兩個人 像我這種很常喝水 其實我一天可能喝超過兩公升的人 他都會建議說你可能兩周或三周就必須要更換濾芯 所以其實在方便度上三補石膠跟換濾芯其實蠻累的 那這次有差的 這一次接觸這一台小型機身為一個客家人 其實很在意的一定是價錢 這一台他光是定價只要一萬兩千九百元 我當下看了就很驚奇 最可怕的是現在如果你到Momo去買 七千九七千九你就可以擁有一台深飲水機 這真的是過去你真的想像不到的 所以這樣比較下來我突然發現 好險我有看到了這一台小型機 那也因為我裝了這一台深飲水機 剛好在跟我一些咖啡師的朋友聊天的時候 那他們剛好就問我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那你的水喝起來怎麼樣 那認真他們跟我介紹之後我才知道 其實咖啡在沖泡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一個水質的要求的 你可以在精品咖啡協會裡面去看到 它有一個建議的理想的咖啡的水質 有些人甚至會以為說原來 咖啡不是用純水泡最好嗎 不是不是用力滲透的純水泡 其實咖啡在沖泡的水裡面 其實要富含一定的礦物質 因為礦物質裡面的美離子跟鈉離子 可以在化學作用下會提升咖啡的口感 所以其實一杯有趣的咖啡 就是在於這些水離子鈉離子 礦物質的富含程度的比例上面 會產生出不同的風味 就算是幫我掌了知識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啦講了這麼多 以上就是這一台進水小心機的開箱體驗 我是阿貴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